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十二生肖的故事 文图赖马 出版社是青子天下 这也是Emma老师很喜欢赖马老师的一本作品哦 你们看在这间饭馆 有好多动物 它们正在讨论着什么事情呢 渡河 哦 丙班妹说讨论渡河 为什么它们要讨论渡河 因为在很久以前 人们总是忘记自己出生在哪一年 也算不清自己到底几岁 不管是年轻的先生 小朋友 还有老爷爷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今年是哪一个岁数了 所以啊 住在天庭上面的玉皇大帝 想了一个办法 嗯 是什么办法呢 玉皇大帝说 计年份太难 它呢 它按哪一个 哦 它按哪一个我们来看看 它按土地大公 土地大公 它说那计动物的名字就简单多了 我们要来找出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 所以呢 它就要通知这是谁 土地大公 土地公 它要通知土地公 请它去宣布十二生肖的消息 它就按了 对 它就按这个土地公的按钮通知它 哔哔哔 哔哔哔哔 哔哔 这时候的土地公正在洗澡 听到那个对讲机 哔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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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公就赶快问说什么事啊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就跟土地公说 请你去宣布呢 选拔十二生肖的消息 土地公就很有效率的 拿出一张纸 开始画起了他的公告 准备好他的梯子 他要去哪里呢 他要去这个城镇上面 公告这个渡河比赛 十二生肖渡河比赛 欢迎动物们来参加渡河比赛 前十二名到达终点的动物 可以成为十二生肖哦 土地公把这个公告贴在哪里呢 贴在这个城镇的墙上面 一大早就吸引了好多村民和动物 来看这个比赛的公告 大家呢很仔细地看这个比赛公告 心想着 嗯我们要来参加这个渡河比赛咯 所以呢所有的动物 大家都很兴奋的 在讨论渡河比赛的事 你看到什么动物在讨论呢 熊猫哦有熊猫哦有猴子还有特展 哦攻击好我看到了这里有老虎狗跟羊 他们坐在一起吃东西边吃东西边讨论着 还有这个猴猪还有这支是什么 猴猴猪还有还有狐狸猴子 还有一只狐狐狸哦他们也在吃的东西喝着茶在讨论这个宾渡河比赛的事 哦在当时呢原来老鼠和猫还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呢聚在一起讨论要怎么渡河 老鼠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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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就说我们不会游泳耶 要怎么渡河呢 猫喵喵的就说可我们可以跟牛合作啊 让我们去找牛吧 他们呢就一起带着礼物去找了牛了 牛先生就默默一口就答应他们要一起去渡河了 所以一大清早 牛猫老鼠就已经来到河边 妈妈我看到天空是亮的 天空是亮的 对天空开始有点亮 他们就开始渡河 可他们一大清早起来的时候呢 天色还是暗暗的 然后还起了大雾 可他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这个热身操楼 他们在暖身 因为他们要准备渡河了 他们要准备渡河之前 牛先生就说 嗯 你们上来我的背上吧 猫咪和老鼠就坐在他的背上 开始渡河了 可是呢 那猫咪啊 它太早起床了 它一上到牛的背上呢 它就开始 呼呼呼呼 从坐起来 睡着了 对呀 它就开始呼呼打了 睡了 我也是 跟着猫咪睡 我也抱着熊猫睡 Comics 也抱着熊猫睡对不对 这时候当牛很麦力地呢 往前游的时候 这个睡得很熟的猫咪一不小心 喷咚 掉到水里了 可是呢老鼠看到了却没有救它 因为老鼠心里想 嗯哼这样子我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啦 而且呢它就一跳 跳到了这个牛的耳朵里 装作没有听见 可是猫咪已经看到了老鼠没有救它 老鼠就躲在这个牛的耳朵里面 跟牛先生说加油加油 我们快到了哟 卖力在游的牛先生也没有听到 正当他们快要到终点线的时候 牛以为自己要摸到那个终点线 却被躲在这个耳朵里面的老鼠一跳 碰到了这条红色的线 老鼠就说嘻嘻嘻 我得了第一名啦 牛先生就很生气的瞪着他的大眼睛 说我怎么只有第二名呢 从此以后啊 牛先生就变得很爱生气 我们常常会形容一个人很爱生气 就说他有一个牛脾气 因为牛生气的时候会摸摸的叫 过了一会全身湿大大的跑 老虎也跑来了 他是第三名 然后呢 兔子呢 也跟在猴子后 老虎后面蹦蹦跳跳的跳来了 正当兔子跳来之后 天空开始出现一阵狂风 噓嘻嘻嘻 嘻嘻嘻 是谁来了呢 是一条龙飞过来了 龙来的时候呢 玉皇大帝就问他啦 龙 你是有飞的 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啊 看什么 哦 龙就说 因为呢 我去遥远的南海 主持了下雨典礼 赶回来的时候呢 已经来不及了 在那个南海啊 那正在大雷闪电的 之后呢 远处传来了 而且尘土飞满天 为什么呢 你说七马八羊都来了 哦 还有呢 实际都来了 对不对 正当马要往前冲的时候 这一只蛇 却抢先了一步 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但是呢 蛇本来有脚 但是它跑得太迈力了 所以它把脚都跑断了 马本来很勇敢的 要一马当先 却被这个蛇呢 给吓了一跳 从此之后 这个马就变得很胆小了 好 所以你看蛇马 再来是什么呢 哦 我们来看看 再来是 八羊九猴子时机 对 八羊九猴子时机 在河边捡到了一根木头 它们通力合作 团结合作 得到了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然后呢 哦 这个时候 第十一名来了谁 狗 第十一名来了这只呢 很贪玩的小狗 哦 玉皇大帝说 恭喜你 你得了第十一名哦 小狗就说 哦哦哦哦 太棒了 我得了第十一名 哇 已经有十一种动物了耶 那第十二 这动物是谁呢 你看看 哦 它的声音 人还没有到 声音就先到了 它就 我的肚子好饿啊 是谁呢 是猪 哦 是一只猪 十二生肖 只剩下一个名额了 大家伸长脖子 望着前方 我们说猪来了 猪来了 它满头大汗 喘着气说 饿死我了 饿死我了 这里有没有好吃的东西 哦 玉皇大帝说 原来第十二名是这只猪啊 它虽然呢 走得慢慢的 它还是走到咯 所以呢 比赛结束 玉皇大帝宣布 十二生肖的名次 我们来唱一唱我们的十二生肖歌吧 一树无二牛三老五 四土无龙六青蛇 七马八样九猴子 十几十一狗 十二胖竹 十二生肖的动物 它找到一个很喜欢吃的东西 叫什么 哦 它正在吃着一个好吃的饼干 对不对 好 那是猪正在吃好吃的饼干 这个时候 宣布完名次 但是湿淋淋的猫来了 问说 喵喵 我的第几名啊 玉皇大帝说 你是第十三名 猫咪说 我怎么会是第十三名了 都是那一只可恶的老鼠 我绝不饶你 它就伸出它的猫爪 啪的一声 打了这只老鼠的一脸 一巴掌 让这只老鼠呢 整个叠在地上 才摔断了什么 牙齿 把它的牙齿都给打掉了 哇 这只猫咪非常的生气 所以它从此以后 一直不断的在找这只老鼠 而这只老鼠呢 不管在白天 或是黑夜 它只要有听到 一点猫咪的声音 它就赶快躲在这个洞里 都不敢出来了 妈妈 这个老鼠会不会变得边边的 因为它躲在洞里 它不会变得边边 因为老鼠本来就很小一只 所以它不会变得边边的 可是我看到变形了耶 变形 就是它躲在里面 所以你看不清楚它的形状是什么 那个洞很小 它怕老猫咪去吃它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赖马老师的十二生肖的故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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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